Hello大家好,我是大千 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群体心理、群体行为对交易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价格为什么会上涨 为什么会下跌 大多数人都会说因为买的人多了价格就会上涨 卖的人多了的话价格就会下跌 但是在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内不是这么认为 因为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期货还是外汇市场 买卖双方的数量都是相等的 有买的人就一定会有卖给你的人 这才叫买卖 大体来看交易都是零和游戏 或者说是复合游戏 因为还要付佣金还有手续费 所以价格的上涨和下跌 不是因为买方卖方数量上的差异 而是因为买卖双方贪婪和恐惧的程度 促使了价格的变化 在交易的世界里面 除了买和卖双方之外 还有一种人就是旁观者 旁观者起到的作用是 给买卖双方施加压力 买方想在低点买入 会认为如果他思考太久的话 那些旁观者会进来抢他的声音 卖方想在高价卖出 也不敢犹豫太久 如果再不入场 会被那些旁观者抢先 正是因为群体的感情变化 驱动了价格的变化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趋势是怎么形成的 当价格上涨的时候呢 买方是很乐观的 价格上涨会更加促使 他们的看涨情绪 而这时候空方盈利 缩减或者是亏损 感觉自己已经被套住了 恐惧感越来越剧烈 急于平仓 空方一平仓的话 就造成了上涨的速度 更加的迅急 这样就形成了上涨的趋势 那相反 当价格下跌的时候 空方感觉到喜悦 也吸引了更多的人 加入到了空方的队伍 这时候买方恐惧加重 急于平仓 到了那个恐惧点 平仓之后呢 价格下跌就会更加迅速 所以趋势 也是因为买卖双方 对喜悦和恐惧形成的 那么群体心理有什么特点 怎么样把群体心理 利用到交易上去呢 群体心理时时刻刻都在变化 大体可分为平和和激动 平和的时候 价格相对平淡 但是当大家极度惊恐和激动的时候 价格会随之大幅波动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铁达尼克号即将沉没的时候 为了一线生机 大家都拼命地抢的灯上救生法 这就可以理解 价格在波动的时候 群体们的感情变化 一个精明的交易者呢 会在价格平静的时候潜入 并在市场躁动的时候呢 赚取利润 而业余的交易者呢 常常会在价格 蹿升或者暴跌的时候 追进市场 然后等波动的稍微平缓了呢 他们就离开了 我们做交易呢 就是要通过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 找出市场相对平和的地方 买方和卖方之间力量的平衡点 并下注于蠢蠢欲动 力量即将崛起的一方 如果双方势均力敌 明智的交易者会选择旁观 看着多空双方的厮杀 并看准时机追随胜利者 如果判断失误 立刻逃跑 坚决不恋战 先进的现代化科学技术 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易者 汇集在了市场里 这里面有不同文化 不同思想 而产生的千奇百怪的行为 所以当你对市场分析的时候呢 其实分析的是群体的行为 虽然交易者来自世界各地 就感觉啊 他们的行为应该是 粉一所思 变幻莫测的 但是个人的行为虽然很复杂 但群体的行为确实很简单 群体的行为呢 总是重复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产生了 根据蜡烛图的形态 进行交易的技术分析 比如头肩形态和双底双顶形态 作为交易者 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分析 来找出群体行为的规律 并把它们运用到交易当中 这就需要我们回溯历史 通过各种指标 大量的验证 找出适合自己的技术指标 这里面要强调一点 因为群体行为是简单的 所以在制定交易计划 选择交易指标的时候 也不需要过于复杂 而且要记住 不可能有一种指标 百分之百的预测出群体的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要设定止损的原因 那群体行为呢 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影响 我们怎么样面对群体行为呢 首先第一点 我们不可以跟群体抗衡 也就是说不可以逆势交易 自古以来呢 人类就是群举动 都有加入群体的本能 并和其他人保持行为一致的需求 群体呢 有着足够的力量 来创造市场的趋势 群体呢 或许不明智 但却比任何单个个体 强大了很多 所以呢 千万不要逆势交易 一旦上涨的趋势呢 得以确认之后呢 你能做的 只有买进 或者是在一旁观看 千万不要因为 感觉价格过高 而去做空 再次强调一遍 千万不要跟趋势作对 没有哪个规定说 你一定要跟人群一起奔跑 但是至少 不应该逆着人群行进 第二点 我们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上一个视频里呢 我也说过 交易的世界里符合二八定律 只有少数人在交易中能获利 这说明我们不能跟大多数人思想一致 一定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法国哲学家和人类学家 在《乌合之众》中写到 无论组成群体的个体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相同 他们的职业 性格 或才智有何差异 一旦加入群体 就会使他们产生群体思维 他们的感觉行为和思想方式 将会和他们独处的时候呢 大相径庭 换一句话说 就是个人加入群体之后呢 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就会下劲了 一个群体在交易中呢 偶尔会抓住一波趋势 并且短暂的获利 但当趋势反转的时候 他们就可能蒙受巨大的损失 大多数人 无法完全贯彻自己的交易计划 因为容易在群体行为 和情绪中失去自我 成功的交易者呢 必须独立思考 一定不能被群体行为所蒙蔽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在尊重群体行为的基础上 通过我们的独立思考 决定什么时候加入群体 什么时候离开观望 我们不能够改变别人 只能改变我们自己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这些内容呢 都是我通过查询大量的资料 再通过我个人的交易经验 总结出来的 希望呢 对你有所帮助 以后呢 我还会继续分享 我所学到的知识 如果您对我分享的内容感兴趣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和评论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好 我的宗旨是 交易没有终点 通过独立思考和自律 在交易的世界里持续获利 Never give up 好 谢谢您今天观看我的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